全球领导人聚首哥本哈根试图达成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新协议的同时 数百名抗议者在联合国气候大会地点游行示威 气候问题活动人士对谈判的缓慢进程表示不满 星期三纷纷涌向贝拉中心抗议 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正在贝拉中心召开峰会 警方说在抗议者冲破安全紧急线后 警方逮捕了一百多名示威者 已经进行了九天的会谈 没有产生任何重大突破 一些人说代表们花费太多的时间来做姿态和重复自己的立场 而不是做出妥协 与会的英国首相布朗说 不能付诸行动可能影响到数亿人的生活质量 美国白宫说 美国总统奥巴马有信心本周可以达成协议 大会星期五结束 全球领导人必须在那之前就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或者资助贫固国家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达成最终协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